绿色出行的一天 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亮了房间 小李已经从睡梦中醒来 他揉了柔轻松的双眼 想起今天是自己实践绿色出行计划的第一天 顿时精神焕发,满怀期待地迎接新的一天 小李的家离公司并不远 但他往常总是开车上班 方便快捷的习惯 让他忽略了尾期排放对环境的影响 然而,最近城市的空气质量每况愈下 小李决定从自己做起 为减少碳排放贡献一份力量 吃完早餐后 小李没有像往常一样走向车库 而是推出了尘封已久的自行车 他擦拭着车把上的灰尘 心中涌起一股久违的兴奋感 今天的他将选择骑行上班 感受这份简单而又环保的出行方式 沿着灵音小道 小李奇的轻快而稳健 清晨的空气中 弥漫着花草的香气 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 仿佛在为他加油鼓劲 路上的行人不多 大多是沉练的市民 或是像他一样 选择绿色出行的通勤者 他们或不行 或骑行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满足和自豪 到达公司后 小李并没有把自行车随意停放 而是选择了公司提供的专用自行车停车场 在这里 他看到了许多同事的自行车 原来选择绿色出行的人并不在少数 下班时 小李选择了乘坐公共交通回家 公交车在宽敞的马路上平稳行驶 车厢内的人们或闭目养神 或低声交谈 分为和谐而宁静 小李望着窗外匆匆而过的街景 心中感慨万分 他想起了自己开车时 常常因为堵车而焦躁不安的心情 与现在这份从容和宁静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回到家后 小李在网上搜索了更多关于绿色出行的信息和资料 他了解到 除了骑行和乘坐公共交通外 还有许多其他环保的出行方式 比如步行 共享汽车等 他决定 在未来的日子里 要尝试更多样的绿色出行方式 不仅自己要坚持下去 还要影响和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加入这个行列 夜幕降临 城市的灯火渐渐亮起 小李站在窗前 眺望着远处星星点点的灯光 心中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他知道 选择绿色出行 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还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环保意识 它代表着对环境的尊重和保护 也代表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小李相信 只要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 做出一点点改变和贡献 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和宜居 每天进步一点点 现在让我们一起学习新的词汇 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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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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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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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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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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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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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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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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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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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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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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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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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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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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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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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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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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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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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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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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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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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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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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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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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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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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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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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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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目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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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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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通知哦 当然 也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 你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感谢你的关注和支持哦